这段影片是5月21日凌晨1点25分拍摄的 只现一个诡异的人形生物以两脚站立的姿势 站在动物园栅栏外 它有双手双脚 看起来跟人类相似 神秘事物 一探究竟 大家好我是小花 今天要介绍的是皮刑者 在美国当地流传这样的传说 有一群神秘的人 他们可以将自己变换为其他生物的外观 而且还兼备这些生物的特质 这些人被称为皮刑者 皮刑者是纳瓦合语 意思是以四肢行走的人 同时代表纳瓦或文化价值观中的负面形象 传统巫师会同时学习治疗用的白巫术 与骇人的黑巫术 并谨守道德规范与巫术禁忌 而皮刑者则指那些滥用巫术 损人利己的堕落者 有关皮刑者的文献资料甚少 因为纳瓦或人多不愿 向外人透露皮刑者的讯息 使他更添神秘色彩 传说成为皮刑者的人 他必须要用一名同胞的兄弟或姐妹 甚至是一位亲人来献祭 才能参加入门仪式 在经过许多年艰苦的训练后 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皮刑者 对于纳瓦或人来说 心灵控制是他们获得献祭品 做要做的事 甚至是自杀的手段 虽然这听上去只不过是 纳瓦或部落的一个传说而已 但皮刑者确实存在于现今社会之中 70年代中期 一位内华达州的律师迈可 斯达夫接手了一起案件 但是他不知道 看似一件简单的诉讼案件 竟然会遇到传说中的皮刑者 迈可回忆说道 是巫术的力量 使他接触到这起孩子监护权案件 那位孩子得到许可和父亲一起过夜 当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时 孩子说 他是和父亲 还有一位魔法人一起度过了夜晚 孩子继续说 他们拿来两个行私妈妈和律师的小牧人 那位魔法人拿起了两个小牧人后开始唱歌 并把他们带到一片墓地 埋在了那里 后来 律师找到一位研究纳瓦或人的专家 一起探讨此事 他被告知那个仪式会让他和那位母亲 葬身在埋那两个小牧人的地方 唯一能制止这件事的办法 就是让皮刑者意识到他知道了这个诅咒 因此 他决意和他们抗争 很幸运的是 法官听完后 更加严肃地对待了这起案件 最终将孩子的监护全判给了母亲 而父亲则要承担所有的抚养费用 我们的频道介绍神秘 灵异 未解之谜等内容 喜欢的朋友们一定要按下订阅 及开启小铃铛 有订阅的话 运气都会特别好哦 某天 一位送报纸的女士 开车驶过纳瓦或印第安人保留地时 听到边上的车门有抓挠的声响 当时他的孩子正躺在那里 突然间门开了 一个半人半瘦的怪物用犀利的眼睛盯住他的脸 女士与他激烈地搏斗 最后把门关上 并加速前进 途中那只怪物一直在车后追赶 直到他开向附近一家便利店求助时 那只怪物才不现踪影 阿玛里洛市的官方推特于6月8日 PO出当地动物园监士器所拍摄到的诡异画面 这段影片是5月21日凌晨1点25分拍摄的 只现一个诡异的人形生物 以两脚站立的姿势 站在动物园栅栏外 它有双手双脚 看起来跟人类相似 但头部却跟人类差异很大 阿玛里洛市公园休闲部主任Michael Kasuba表示 他只是在公园外游荡 莫有试图进入园内 也没有动物或个人受到伤害 更莫有犯罪活动的迹象 但他的外形实在太奇怪 如果有知情者看过这个神秘生物 可以联系到他们办公室 大家觉得 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脾行者呢 还是只是一场恶作剧呢 研究人员认为脾行者 他们可能患有一种前所未有的 罕线疾病 这种疾病可导致小脑发育不良 进而影响到平衡感 科学家把这种病症成为尤尼尔 丹增和症 这是人类进化过程的现实原型 病患就是退化的现象 导致患者会用四肢来行走 而这些病患出来时 在黑夜里就容易被误会成是脾行者 脾行者除了纳瓦霍人的传说外 还有在美国西南部的霍皮人和尤特人 这些印第安人的部落中 也流传住相同的传说 或许他们学习巫术识 目的是为了能救更多人 就像蜘蛛人电影说的 力量越大 责任就越大 但有少部分的人 因为这股神秘的力量 最终迷失了自我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 记得按下订阅 点赞加分享哦 或到Instagram来追踪频道最新资讯 大家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是小花 我们下期影片线 大家拜拜一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